为什么圣诞老人 总是穿红色的衣服 A 因为在冬天 红色会给人 这个抵御严寒的魔力 B 为了销售而做的广告 C 圣诞老人的形象设计者 是华印认为 按中国传统红色喜丘 D 就是早期美国式的描写 C 来 请追 追 再写一遍 刚才没看见 在第一轮当中 到底哪一方 可以占到更大的优势呢 首先来问问三宝 你们觉得是什么 C 习 庆 为什么呢 C 答案写得很具体啊 涛哥 圣诞老人形象设计者是华印 认为按照中国传统 红色喜庆 蛇子 你觉得呢 跟他想的 是我觉得也有可能 C 喜庆 为什么呢 C 答案写得很具体啊 涛哥 圣诞老人形象设计者是华印 认为按照中国传统红色喜庆 鞋子 你觉得呢 鞋子 你觉得呢 是我觉得也有可能 我好像听过一个点故 好像真的是中国的那个华印 他好坏 你现在就开始误导我们了 但是怎么这么坏呢 我真的 真的 你选的什么呢 我不能告诉你 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呢 有可能 诗子觉得是哪个选项 比较接近正确答案 A B C都有可能 那我们选D 对吗 海棠迷茫了 分析一波 我觉得 怎么前面他们是在干嘛 前面你什么 什么 有点胡宗什么事 前面是在闲扯 第一个A呢 因为冬天红色会带给人 抵御颜寒魔力 我觉得这不存在 然后为了销售而做广告呢 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 应该不存在 不知道是不是之后衍生出来的 特色的销售手段 设计者是华裔 是按照中国的传统 其实红色就是我觉得 每个国家穿红色 都有这个喜庆的感觉 所以不一定说 这个就一定是因为中国的传统 第一轮请亮提板 B 为了销售而做的广告 季凌晨选择的是 A 为什么选A呢 就是冬天在西方国家 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我觉得可能是 他们觉得红色醒目一点 然后红色再白色 也非常跳的一种色彩 对 你们为什么最终选了B 这波我们是姓池子了 池子一下说服了我们两个人 他说你看哪个圣诞老人 不卖东西 都是为了卖东西 他就是为了游销 行 我觉得你这个说服了我 对不对 就是游销 我说吧 我只能说两方当中 有一方的答案是对的 你肯定是错的 究竟哪一方答对 就决定了是十二人掉落 还是十六人掉落 答案是 B 为了销售而做的广告 下断 他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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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这个 我说 他这个 他这个 是 有